在介绍完短期的成本函数之后 我们来介绍我们本上的第四讲 长期成本函数 还是我们把短期固定的资本的投入 在长期变成一个可变的投入要素 那么我们就导出了长期的成本函数 所以很多短期的规律是适用于长期的 但同样的也有一些短期的规律 是不适用于长期的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我们从短期的成本去推到长期的成本 长期总成本LTC是指长期厂商 厂商在长期中每一个产业水平上 通过最优选择生产规模 所能达到的最低成本 这句话我想应该不用再给大家注意说了 对吧 我们在之前已经推到验证过 由于厂商他会选择不同的生产规模 会产生不同的等成本线 我这个线画的不是很值 大家就当它是平行的 当然你们要画一定画成平行的 因为我这个一没有尺而没有什么可参照的 不同的等成本线和不同等产量曲线 有不同的焦点 不同的焦点连成一个拓展线 拓展线上所对的每一点都是在相应产业和规模上的最有选择 那么相对就是厂商规模改变时厂商 那么生产规模进行改变时厂商所对它进行的选择 那么厂商选择既然是依照着这条路径 那么意味着厂商在长期 它的生产成本决策 一定是在短期各规模的对应上是最优的 那么所以长期中每一个产生水平上 它所能达到的一定是最低的总成本 在短期是最低的总成本 或者说是该产量 或者说该规模所对应的最低成本 那么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不同的短期的成本曲线 来画出长期的总成本曲线 我们在不同曲线上做不同的成本 我们可以看很明显 这个STC1到STC2到STC3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 为什么 首先我们确定一个规模大小 就是它产量或者说成本投入的多少 对吧 因为你成本多 就是我们不去考虑这个成本和产量 最大和最小的对应关系 你投入的越多 你规模越大 你的产量一定越大 你的成本一定越高 对吧 那么我们看ST,ST2 ST1,ST2,ST3 它们与这个纵作标的切点 对应的是什么 代表什么 代表它们是固定成本 那么很明显 ST3大于ST2大于ST1 那么一定是ST3规模 大于ST2大于ST1 那么这是三种不同的规模 三种或者说三种不同产量 对应的短期成本 那么我们怎么去选择 通过它选择长期成本的 去选择它的这个最优的短期 最优的规模 那也就是意味着 取这些不同规模条件下 短期成本的切点 因为只有切点 才保证既和它俩相交 然后同时又是最小的 因为如果是相交的话 它可以 又意味着不只有一个交点 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成本曲线 向外移一些 然后让它成本更小 竟然它保证只有一个交点 所以最后规格内底 还是要画到切点上 那么 有无数条这样的短期曲线 虽然在图上只画了三条 但我们在实际的过程中 是有无数条这样的 短期的成本曲线的 它们对应了不同的规模 然后在不同产量下 我们选择和这个 短期成本曲线的切点 去保证它在该规模上 所对应的成本是最低的 那么画出来的这条 把这些点连起来 画出来的一个曲线 就是长期总值成本曲线 所以长期总值成本曲线 是无数条短期 总值成本曲线的包裸线 何谓包裸线 就是它们这些曲线 在外面包着它们 但和它们都相切的一条线 当然不是指最小的 有可能有的成本它是这样的 这样它也是它的包裸线 因为它和它的最小这条曲线相切了 它选择了这个规模 而没有选择这个规模 这是长期总成本的曲线 我们看 其实形状还是和短期总成本曲线 类似的 只不过区别在于 它是从原点出发的 而且它是所有短期总成本的一条包裸线 那么同样道理 我们来画这个长期平均成本曲线 那根据刚才那个说法 对吧 那它一定是 无数条短期成本曲线的包裸线 我们知道总成本 它是 这个平均成本 它是总成本 除以Q 那么相对应的 总成本 是在相对相应的这个产量 或者规模下的最低成本 那么平均成本 也一定是在相应的产量 或者规模下的最低平均成本 所以那么 所以这个平均成本 也一定是它的包裸线 那么当有无数条 这个平均成本曲线存在的时候 总是取它的最低这一条 你看假设现在我们只有三条 那我这条曲线到这 我有条新的曲线比它还低 我就变成这样 然后到这 又一条新的曲线比它还低 就变成这样 所以变成了S以C取这一段 S以C2取这一段 S以C3取这一段 当我这种曲线有无数条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这又有一条 比如说我在这又有一条 那我这个曲线就变成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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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说当我这一条曲线有无数条的时候 就会变成这种的一个曲线 然后 它和所有的这个 最下面的这个平均成本曲线 有切点 这样 就划出了 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 它是所有的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 一个包罗线 那么在长期 我们知道它涉及到规模的调整 规模调整也就是产量的这个变化 那么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规模经济的问题 规模经济是什么呢 是指企业在生产扩张的初级阶段 厂商由于扩大生产规模而使得经济效应提高 这便是规模经济 在生产规模扩大到一定规模以后 厂商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 就使得经济效应下降 即规模不经济 那么表现在就是我们的平均成本曲线 随着规模扩大 它是有一个下降的过程 随着规模上升 经济效应下降 它成本曲线上升 那么这个在现实的经济生活 经济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前几年过剩的这种光伏产业 你知道大家知道 光伏它刚出来的时候 刚出现的时候 其实它发展很困难 因为它很多技术不成熟 而且应用的很少 但是随着国家的推广 以及它的技术终现成熟 光伏开始进入夸展快车道 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规模经济的阶段 但是大家发现 这个东西好 都开始发展 都开始办相应的企业 然后就产生了产能过剩 对吧 光伏的产能过剩 很多这种光伏版 或者相应的光伏产品 积压卖不出去 那么就达到了一个规模不经济 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 它是一个什么的原理呢 在最开始我们知道 其实企业的生产是很复杂的 尤其是一些工业产品的生产 它需要设备 需要这些技术 需要一些相关的原材料 对吧 那么在最开始 它可能只有一家 或者说几家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厂商规模很小的时候 它生产是比较困难的 随着它的规模扩大 它的成本会逐渐下降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大家可以联系起来去理解 那个固定成本的例子 因为尤其实际上一些工业企业 它前期的追加投入是非常高的 那么逐渐它的规模扩大以后 它就这种规模经济显现出来 尤其是一些工业企业 它需要达到一定规模 才能真正发表它的效益 这个时候才是规模经济的阶段 而随着它的规模逐渐扩大 比如说一些管理上的问题 比如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举的光伏的那个例子 它的产能过剩 使得它的产品进入价格的 价格的这种恶性竞争 那么就会进入规模不经济阶段 其实这种类似的例子 在经济生活中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用于 我们这个假定 但是它道理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新闻上看到 说一开始这个地方比较穷 然后就会说怎么办 那我们种一些 鼓励大家种一些经济作物 或者种一些之前没种过的东西 比如说种一些柑橘 对吧 一开始一家两家的时候 这个柑橘卖得很好 然后靠着扶贫的一些政策 卖得很好 但是家家开始种柑橘 这个市场柑橘过程之后 我们就发现它会陷入价格的恶性竞争 然后它这东西也卖不出去了 其实这个虽然不能完全符合我们这个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这个假定 因为我们讲的是厂商扩大生产规模 对吧 而我们在说的是一个一个经济体 但是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这部分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外在经济 所谓外在经济 合为相对应的 那就有外部不经济 那么合为外部经济 合为外部不经济 外部经济是指企业的生产活动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 长期成本下降 外部不经济是指企业生产活动的外部环境恶化 导致企业的长期成本上升 它和这个规模经济有什么区别呢 规模经济是你在厂商生产的这个过程中 随着你的规模改变而发生的影响 规模经济跟你生产最大规模 跟你生产什么东西 跟你生产多少没有任何关系 它就单纯的是外部环境的改变 外部环境变好了 比如说你是一个汽车厂 你生产一个汽车 本来你这辆车一定要都卖不出去 结果忽然有一天 全世界所有的汽车厂全倒闭了 那你这个汽车厂一根独苗 你是不是想怎么卖就怎么卖 那么你就是外部环境得到改善 所有的资源 所有技术全积到你这个厂下了 你的生产成本下降 对吧 还是举那个例子 你这个汽车厂突然有一天 说你这个汽车不合格 不仅这个尾气排放超标 而且还不安全 那你需要怎么办 你需要进行技术升级 对吧 就像你的外部环境恶化了 你需要技术升级 你需要重新去检查 重新去设计 重新是怎么样 你的生产成本上升 这就是外在经济和外在不经济 它是一个企业升约红的 外部环境变化所影响的 注意它和规模经济的区分 那么相对应的 它所带来的就是成本曲线的直接移动 外在不经济 你的成本曲线向上移 外在经济 你的成本曲线向下移 它是一个平移的过程 这是我们在介绍 长期成本时 补充的两点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短期的时候 介绍了短期成本的各种相关关系 我们在长期也会介绍 长期成本的各种相关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 长期的平均成本 是短期平均成本的包落线 那么如果说给你一张图 让你实际画出来 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 那么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就拿这个图像为例来说 其实我们画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它们相对应的关系 尤其是在短期 平均成本的最低点 一定是要被 编辑成本穿过的 在长期 长期平均成本的最低点 一定要被长期 编辑成本穿过 那么 知道这些对应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 直接拿手空话 这就是 长期编辑成本 这就是 长期平均成本 然后 当然 这个推导的过程 大家一定要注意 推导的过程 是由短期到长期 对吧 你是由短期 推导出来长期的 但是 我们画的过程 为了我们 画的轻松 自在 准确 我们可以先画长期的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我也知道 它们的对应关系 那么 画好 长期编辑成本 和长期编辑成本之后 我们来找对应的 短期的 平均成本 假设它是 S A C E 我这个上是标的 很麻烦 我就 往后就指标 1 2 3了 好吧 你们应该能去问出来 什么样的是 编辑成本 什么样的平均成本 这样的一定是 编辑成本 对吧 穿过它最垫的 一定是编辑成本 对吧 然后 找 找一点 就是我们做的 这个SAC1的 最低点 这一点是什么呢 是它 穿过的 该规模的 平均成本的 最低点 对吧 然后 SAC1和 LAC有一个交点 这个交点是什么 是 决定了 它的这个 生产规模 向下 做条垂线 Q1 就是 SAC1 对应的 生产规模 而 它和 这个 LAC 有一个交点 对吧 这是第二个点 那么 这个点 SAC1的 最低点 和 它 SAC1 与 LAC的 交点 向下 做垂线 与 LMC的 交点 这两个点 的连线 就是 SMCE 然后你再画出一个 这样的形状 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 先见后生的 形状 就可以了 那么相应的 我们可以做出 SMCR 这个图像的点 对吧 就在这块的 最低点 这个是最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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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所有的 所有的点 都交在这一个点上了 你只要 通过这个点 算的随便画 然后你再画 右侧这边又一个 对吧 先画 SAC3 然后 它和 LAC 在 SAC3的右侧 和LAC 有一个交点 做垂线 Q3 对应的 这时候你要往上连了 对吧 对应的 和LMC 有一个交点 然后 把它的最低点 和这LMC的交点 连起来 就变成了 SMC3 就是 规模3的 编辑成本 那么 这样 这个图 就做出来了 就 虽然你们看我这个 很乱 对吧 但是你们看这个图 你们自己画的应该更清楚些 因为我这个 我这个笔不是很好用 所以 这就是这个图像 做的过程 还是 就简单给画一下 就是 画出 SC3 LMC之后 关键 注意两个 就是这个 SMC要通过LC的 MC要通过AC的最低点 然后这边 画一个 这边的两个点 一个是 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一个是 平均成本曲线 与 短期平均成本曲线 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焦点 通过它的焦点 切点 短期成本曲线 与长期成本曲线的切点 通过切点 向下 做垂线 然后 它与 动作比较的焦点 Q1 就代表它的 这个相对应规模的产量 然后 与 这个垂线 无论是向下 还是向上延伸 它与 长期 边际成本曲线 这个焦点 就是它的第二个点 然后把这 两个点 连起来 这个图像 就做穿了 我们 画好的 这个长期成本曲线 通常来讲 都是我们 这个 理论假设 或者说 在我们 模型 假定下的 这个长期成本曲线 但是在 经济生活中 或者说 在我们的现实情况中 我们经常会发现 这个长期成本 它是降低的 也就是说 在长期 它存在着一种因素 能使得 至少是在我们模型之外的一种因素 会使得我们的这个长期成本 是降低的 那么 这里面 我们会提出几种 使长期成本 降低的一个因素 第一个 就是 干中学 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就是 一边干活 一边学习 然后 我通过干活 获得积累 通过积累 进一步促进我的干活 提高了我的生产效率 那么 把它 学说的一点来讲 就是 指公务人 工程技术人员 和生产管理者 从经验中 获得生产精能 以知识 从而降低 长期的生产成本 然后 这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 每批机器 设备 劳动投入量 和生产设备的累积批次 随着 生产批次的提高 发现 劳动投入量越来越低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对吧 工人越来越熟练 原来 一人可以 只能操作一台机器 后来我说完之后 我一人可以操作两台 操作三台 操作四台 但是 人都是有上限的 对吧 你不可能 说 人只有两个手 对吧 我最高最高效率 也可能只是 比如说凑到八台 或者凑到六台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 劳动效率 就会出现于平稳 那么它的这个劳动 投入量的下降 也会出现于平稳 当然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成本 对吧 它的成本 会逐渐出现于平稳 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是有一个降低的过程 随着 生产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熟练 效率越来越高 它的成本是降低的 那么 这就是一个干中学 就是随着 生产的增加 因为在长期 长期它是一个 长期不仅意味着 任何规模的 任何这个投入 要素都是可以改变的 认为也意味着 它的时间是很长的 时间长就意味着 劳动者是可以 完成知识和经验 和技能的积累的 那么 机制经验和技能积累 提高了它的 劳动的生产效率 从而降低它的成本 就比如说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随着 那么 通过数学模型 我们怎么来 反应一个事情呢 我们可以 把这种 随着产品累积 数量的增多 工人数量度和 试上技能逐步提高 工程技术人员 会根据经验 会根据经验 不断改进工业设计 管理者 对于 组织协调 会更加有效 这些都是 该种学的效果 使得长期 生产成本下降 然后我们 通过数学模型来 解释它 把它设为 L等于A 加上B乘以N的 负β次米 解释的 就是这个模型 L为单位产出的 劳动投入量 N为累积的产量 常数 AB是大于零的 一般情况下 β是大于零 小于1的 当N等于1的时候 也就是生产第一批的时候 它生产第一单位的 劳动投入量为 A加B 随着N的增大 这部分 它是一个 B实际上是一个 这部分 它实际上是表示为 B比上 N的β次米 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 负β次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B是大于零的 所以随着N的增加 B是下降的 这个势子的值是下降的 那么这个势子的下降 A是一个常数 那么也就意味着 L是下降的 所以当N增大 也就意味着 当N增大 或者说它的生产 越来越多的时候 劳动的投入量 开始逐渐下降 如果Bβ等于零 那么这个时候 L就等于A加B 这个时候 不管你生产多少 这个BN的负β次米 都是不变的 那么L也是不变的 所以不存在学习效应 如果β等于1 那当N群移中无穷的时候 就有L等于A 即学习效应得到充分的体现 L等于A 就是负仲学所能达到的单位产出的最低劳动投入量 也就是最后它会趋近于水平 这是负仲学这部分内容 当然大家只需要重点理解 一负仲学的概念 是什么 二负仲学会造成什么的影响 怎么去解释或者阐述它 最后 这个相应的公式和条件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所谓的负仲学 或者是称为学习效应 它和这个规模经济 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我们之前说了外部经济 外部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联系 那么现在来看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 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长期导致平均成本下降的原因 既包括规模经济 也包括学习效应 但是两者的作用途径是不同的 从个图像来看 学习效应它直接导致的是什么 是这种成本的这个值间下降 由于效应的学习效应的存在 我们这个产量 和量的是这一段时间内 解释的产量 所以说如果学习效应的存在 也就意味着 比如说 同样的生产十单位的产品 由学习效应的存在 过去的成本 是十 但是生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大家的效率都提高了 本来一个人可以操作一台机器 现在一个人可以操作两台机器了 那我成本自然就下降了 假设我们还是假设只有劳动投入 就是把它尽量的简化 那这个时候我的成本投入 自然就只有五个 但是我的产量依然是这些 所以它是造成这个曲线的平行移动 就是直接线下移动 而规模效应 它造成了这个就在沿着曲线移动 因为类似于我们之前讲过的 这个点的移动和曲线的移动 随着产量的增加 因为我们知道规模效应一定是随着产量变化而产生的 所以产量增加它的成本逐渐的下降 这是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就是你 当你生产实单位的时候 只要有学习效应存在 它自然就会下降 而不管你学习效应存在不存在 只要你的这个产量增加 没有达到规模不仅仅的阶段 那么规模效应都会使这个成本下降 这是规模效应和这个学习效应所带来的不同的影响路径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学习效应带来的是这个成本曲线的移动 是曲线的移动 而规模效应它带来的是点在这个曲线上的移动 带来的是点的移动 点在曲线上的移动 是从沿着曲线变化的一个过程 同时还要注意的是 要保持它在规模经济阶段 不要在规模不经济阶段 我们对这道内容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这一章我们的核心概念是成本 在最初我们介绍了一下成本的相关概念 包括机会成本 沉默成本 显成本 引成本 经济成本和会计成本 机会成本 我们强调的是你进行一种生产的时候 这个要素还可以进行其他的生产 但是资源是具有需求性的 你生产了A就生产不了BCDE 那么你为了生产A就必须要放弃生产BCDE 你所你放弃的这些生产的东西 所能给你带来的最大收入 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我生产A得10的收入 生产B得8的收入 生产C得6的收入 生产D得4的收入 那么我生产A的机会成本就是8 沉默成本是指你已经付出的一个成本 是指你在日后生产和经营中不需要考虑的内容 就比如说是你上课迟到了 已经迟到的既定事实 与你之后失望不上课没有关系的那部分时间 显成本和隐成本 一个是企业从别的地方拿来 他拿来当一些他自身所不具有的要素 所支付的成本 和企业使用自身要素 所要付出的成本 显成本和隐成本 加起来就是经济成本 显成本单独是会计成本 收益减去会计成本是会计利润 收益减去经济成本是经济利润 而企业家为自己企业进行经营 所支付的所付出的这个管理者才能 或者企业家才能 是计算在显成本中 企业家经营自己企业所获得的这个收益 叫做正常利润 在完全智能条件下 经济利润为零 但是正常利润是可以得到实现的 这是成本的相关概念 然后成本按照我们通俗的 这个通常的习惯 把它分为短期和长期 在短期 我们研究了它和产量的最有关系 研究了各种成本之间的关系 得到了生产者的最优条件 实际上的最优条件 是同时满足了成本的最小化 和产量的最大化 也就是 编辑技术期待率 等于要素价格比 等于 编辑产量比 这是这部分的条件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通过短期的 各种成本曲线 我们还知道了 短期各种成本的之间的关系 短期总成本 它等于短期的可变成本 加上短期的不变成本 把它们 这是F 这个是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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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们都除以Q 就得到短期的平均总成本 和短期的 等于 就得到短期的平均成本 短期的平均固定成本 和短期的 平均可变成本 同样的 短期的平均固定成本 和短期可变成本 相加等于短期的成本 然后 短期的 对它Q 进行Q导 得出来的是编辑成本 这是它们之间对应的关系 那么通过短期成本 我们可以推到长期成本 一个是 短期的 这个 成本的包罗线 就是 这个图像我实在是 不对 这个笔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行 重点知道 这个包罗线 长期成本 是短期成本的包罗线 无论它是总成本 还是平均成本 同样的 长期成本 还和这个短期成本 还有这个 对应的关系 对吧 就是我刚才画的这个图像 记住 通过这两个点的连线 去画 这些成本 再一个就是 产量和 成本 共同达成 顺乱最优条件 这个 我已经在强调到 这是一个本章 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 这些 就是 我们本章 需要讲的全部内容 从这章开始 会设到一些 具体的问题 因为在之前内容中 效论可以说是一个 单独的部分 但是 这个 效果论和消费者选择 它俩可以连接成一个部分 这个 产量和 生产 大家已经发现了 它俩是相互关联的 可以连接成一个部分 所以 还会为大家 讲解一下立题 那么 下面我们来 看两道立题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 感谢观看